我对顾逢恩说点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我想说你太傻了 共生顾逢恩 23岁 京师人 天字48号 为科长谢敌事 然后跟他说就是 我一定不会变成你 至少现在 前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少年 他一心的壮志是想要靠自己 然后靠取功名 然后去变成一个辅佐于 就是太子辅佐于殿下的一个文臣 来 好好看看 第二列 第九个 顾逢恩 那三个流光异彩的大字 等以后我入了试 一定会好好辅佐你的 其实他出生在武将时下 但是其实不分他自己 哥哥已经从 他自己想要告诉他想成 到时候 你一定得把我名字给改了 改名啊 那不行 那得舅舅同意 如冠多无身啊 冯恩冯恩 怎么听怎么像白吃国家饭的愚蠢 我不管 我就要赶上成如 三郎起床了 跟太子之间两人在一起的一些互动 这些东西就是会有些可爱的 他对太子那份感情是真真切切的 我就是为你好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决定主要在长州了 我的大儿子就在了 我的二儿子等于放在京城 等于是个人质 他是一个被迫成长的一个少年吧 不管你为什么 我就是这句话 你要杀就杀 我不能跟人家教养你 就没有回信这两个字 你是你 你是怎么 当时他不得不去扛起孤家的大旗 成为这个孤家最后的一个希望 你就是个叔叔 你不是军兵 就是在那个被虐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变成了最后的样子 然后这场戏我觉得就是奠定了一个什么基础 杀完了然后转身的七马一走了 我看上这个就感觉孤芬恩 他就是已经不是个少年了 他就是一个男人 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想要凭借我自己 去改变我的命运 改变我孤家的命运 那后来他的改变就是在于 他没改变成 他还是成为了那个妻子 他无可奈何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 在就是年轻的就是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 都是成孤吧 都是赤子 都有梦想 都有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甭管是出生于什么家庭 我中的就是比他们都直显 他都有想改变自己 就是现状的一个想法 但是究竟最后你会成为肖定权还是顾逢恩 这就看你自己的那个意志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